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青空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 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夜 惊昏 你知道那种穿天鹅绒裙子的磁脸羊娃娃吗 或许你现在就有一个 但是你能想想到 这种娃娃有可能是恶不过的化身 那是一个有着金黄色卷发的磁脸羊娃娃 穿着绿色的天鹅绒衣裙 头上戴着同样质地的帽子 着了漆的脸 色彩分明 四肢舒展的松弛的戴在那里 衣服懒洋洋的样子 娃娃 说真的 我从小就怕那种磁脸的羊娃娃 我记得原来看过一本书 写的就是这种娃娃是邪恶的附身 最后把她的主人弄得家破人亡 那书里的气氛 我到现在还记得 真是说不出的诡异 住在同一栋公寓里的三个年轻女子 小琪 许薇和艾米 现在就正为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而困扰着 在漆黑的午夜 在凌晨三点 在我们的屋子 在洗手间里 那个 那个被我放在窗帘盒里的磁脸娃娃 现在 现在正端端正正的坐在马桶上 她那色彩分明的脸上 却是恶毒的笑意 是许薇小提大作 是小琪胡思乱想 还是艾米的故作姿态 那个神秘出现的娃娃 莫非真的就有生命 一个有着玻璃面孔的娃娃 和三个戴着玻璃面具的年轻女子之间 究竟会有怎么样的惊险故事 全新定位心理悬疑推理剧 玻璃假面 缓缓紧扣 精彩分成 注意 请在远离磁脸娃娃的地方 选择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讲述这件事情 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甚至现在连我自己都有些迷糊了 这些日子在我们这里发生的这一切 究竟有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只是一种巧合 是我想的太多了 不 不可能的 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什么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也许你可以帮我找到答案的 小琪 你看见客厅里那个娃娃了吗 我怎么觉得它怪里怪气的 什么娃娃呀 我没注意 艾美 是你的娃娃吧 嗯 什么娃娃 可能吧 哎呀 一早上起来怎么就说起娃娃来了 一个娃娃能怎么怪里怪气 许葳 你要是看着不舒服 就把它处理掉吧 我没有意见 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早上 艾美照例是最晚起来的一个 我们三个人 我 许葳 还有艾美 一起在这栋公寓里住了有一年了 我是最先搬进来的 接着是艾美 然后许葳也住进来了 我们本是互不相干的三个人 而现在却相逢在同一间屋檐下了 更为有意思的是 许葳和艾美先后进了一家外资公司 做的还是相同的工作 销售部的秘书 只不过 我想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 漂亮又时髦的艾美 是充当 嗯 充当花瓶角色的外式秘书 而她是文定的许葳 理所当然是做实质工作的内务秘书 艾美 算了 你快点吧 要不要迟到了 我 我先走了 嗯 拜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许葳想说什么 但她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 这几天 许葳总是怪怪的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还常常一个人发呆 不晓得 是不是工作中有什么问题了 她这个人啊 有事情总喜欢藏在心里 不像艾美 好事坏事都愿意找人分享 小琪我走了啊 sorry sorry 衣服来不及收拾了 一会儿好姐来了 帮我从房间里拿一下 我晚上给你带珍珠奶茶 拜托拜托了哦 艾美急匆匆的走了 屋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哦 忘了介绍了 我叫思小琪 是SOHO一族 现在正给一个网络公司做编辑 每天只要在家工作就可以了 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 早上起来许葳提到的那个娃娃 真是的 不知道艾美又从什么地方 弄了个古怪的东西 上次她那个什么万圣节的礼物 居然是个如假包换的 骑扫把的女巫 披着黑斗篷 呼的一下就飞过来了 真是吓死人了 我走进客厅 我真看见一个洋娃娃斜靠在沙发上 那是一个 有着金红色卷发的磁脸洋娃娃 穿着绿色的天荣衣裙 头上戴着同样质地的帽子 啄了漆的脸色彩分明 四肢舒展的松弛的戴在那里 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不知怎的 我觉得这个娃娃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灵气 又或者是许薇说的那样 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 小琪 今儿没晚吧 没晚 郝姐 您快进来吧 郝姐是五十多岁的乡下妇女 有点神神叨叨的 不过干活还勤快 人也算老实 我指点着郝姐今天要做的工作 就再没理会那个洋娃娃 谁想到刚过了十一点 许薇就回来了 脸色很难看 说是不舒服就躲进自己的小屋去了 小琪啊 活我都干完了 那个 那个 怎么了 郝姐 我说小琪 你们客厅那个洋娃娃 我觉得怎么那么善当啊 你们什么时候买的呀 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是安眠的东西吧 竟是乱扔 小琪啊 不知这话我当讲不当讲啊 这娃娃呀 我瞅得有点古怪 你看 你看她那脸 就跟瞅得我们每个人似的 要是我呀 就赶紧把她给扔了吧 不干净 不干净 郝姐正叙道着 就听功能一声 许薇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房间里出来倒水 现在 她脸色苍白的 已靠在房门上 玻璃杯掉在地上了 水洒了一地 怎么了 许薇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我说姑娘啊 你这是咋的了 瞧这小脸白的 快回屋躺会去 许薇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就那么直愣愣的盯着客厅沙发上的洋娃娃 那神情就像这样的鬼 许薇 许薇 你看着她干什么呢 你一定是听郝姐的话了吧 别一声一鬼的 那不过就是一个洋娃娃 行了 你回屋躺着去吧 我一会就把她给扔了 对 对 扔了 扔了啊 把许薇安顿好 送走了郝姐 我终于可以开始工作了 但我的心思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集中到电脑上 那个娃娃那张精致的小脸一再地在我眼前闪现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郝姐那番话的影响 我也开始觉得那个娃娃偷着诡异 也许是该把她扔了 小琪 我能和你说会话吗 许薇啊 你怎么又起来了 有事跟我说 行 来呀 快坐下吧 小琪 我 我可能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 怎么了 问什么呀 许薇 你该真不会是因为那洋娃娃吧 哎呀 我早就把她收起来了 你别太疑心了 一个娃娃能有什么呀 不是的 小琪 我恐怕要离开那家公司了 娃娃 说真的 我从小就怕那种磁脸的羊娃娃 我记得原来看过一本书 写的就是这种娃娃是邪恶的附身 最后把她的主人弄得家破人亡 那书里的气氛我到现在还记得 这是说不出的诡异 可怎么说那也是一本小说呀 不能当真的 哎 你刚才说什么 你要离开那家公司 为什么呀 不是 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怎么说呢 公司早就准备在我们部门采取一个秘书 风言风语传了好久 现在终于要落实了 小琪 你也知道的 我和艾米 我们两个中间总有一个要走 而我 我的机会 恐怕更少一点 怎么会呢 许葳 我看不见的吧 有没有什么显著的迹象 表明就是艾米会被留下呢 再说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又不是光靠Face吃饭 实力才是真的呀 哎 你不知道的 艾米她 她和我们经理的关系 怎么说呢 他们的关系很 暧昧 哎 我说许葳 我看啊 你也被一个人瞎琢磨了 没准连这事都是子虚无有的呢 我相信这是个公平的时代 希望如此吧 不过小琪 说实话 如果真的要在我和艾米之间取舍 我宁愿自己离开 像你说的 我是那种还算有些能力的人 我还有机会 和艾米就不同了 人不能永远年轻 是吧 许葳 你太善良了 和许葳聊过之后 我一整天的心情都很沉闷 说实话 这一年多的共同生活 我早就已经把许葳和艾米当一家人了 现在 看着这种情景 我真的很难过 不知道艾米的心理又是怎么考虑的 这是个现实的空间 解开虚伪 连过你面对空间 重新剪择你自己的世界 跑到旧线 想换心眼 那才是你所找寻的世界 都在 转眼一个星期就要过去了 这天的早上 是以许葳的尖叫拉开帷幕的 怎么了 怎么了 厨房又有张娃娃 娃娃 娃娃 那个娃娃 又是那个娃娃 自从上次许葳和我提过那个关于娃娃的故事之后 我就把那个娃娃扔到了壁橱的最里层 谁想到 现在 她不但又出现在客厅里 居然还端端正正的坐在餐桌的后面 两只胳膊搭在桌面上 脸上的表情 竟是说不出的得意 怎么了 一大清早又出什么大事了 吵吵嚷嚷的 艾美 是你吧 怎么搞这样的恶作剧呢 你明知道许葳不喜欢这娃娃的 又是娃娃 什么娃娃吗 这个娃娃蛮可爱的嘛 怎么了 小琪 你说什么 这个娃娃不是你的吗 艾美 不是 不是你把它放这儿的吗 我的 开什么玩笑 我哪来的这样的娃娃 拜托 我可没有心情搞这种恶作剧 诶 许葳 你怎么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是的 没错 她 她是来警告我们的 小琪 小琪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没事的 没事的啊 许葳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啊 我答应把这娃娃送给表姐家的圆圆 所以就给拿出来放在桌子这了 嗨 你看我这记性 许葳 对不起啊 吓到你了 真是真是对不起 我知道自己的谎言是欺骗不了许葳的 但除此之外 我真的想不出其他可以安慰许葳的话了 看起来 许葳受那本书的影响太大了 她一门心思地认定 这个娃娃是有邪恶的东西附体的 会给人带来厄运 那么 艾美呢 她的话又是真是假 这个洋娃娃不是她的 也不可能是许葳的 可不会是我的 那她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 莫非 她真就有古怪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不能解释的事情 也许 那本书上所说的一切 是这种奇事 演职人员 编剧导演及录音合成 雅南 现场控制 小影 剧中人物 小琪由杜月妹饰演 雨薇由徐东梅饰演 艾美由雨薇饰演 郝姐由郝东梅饰演 却干许惟练 你面对空间 重新拥有你自己的世界 跑到秋线 参唤信念 那还是你所找新的世界 却干许惟 你面对空间 重新拥有你自己的世界 跑到秋线 参唤信念 那真是你所找寻的世界 天天淡淡思维 风风风风雨 扬装笑脸几颗的脸 内心却焦几地 内心却焦几地呼唤 生存在虚伪的虚伪的下面 没人从我看你一眼 这是个现实的 这是个现实的空间 下期剧目精彩预告 小琪 那个娃娃又在那了 怎么回事啊 干嘛把娃娃放在厨房里 又是那个娃娃 天哪小琪 为什么那个娃娃还在 我受不了了 她恨我 她想害我 小琪她抢起了我的文件 现在 那个娃娃已经成为 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阴影 艾美和许薇总是带着敬畏和恐惧 小心翼翼地避开和她有关的一切 也绝口不提扔掉这个娃娃的直言片语 但是 不管我把她放在什么地方 碧橱 床底下 窗帘盒里 甚至阳台那个谁都不会触动的 放大物的角落里 她都可以轻而易举 从从容容的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带着她那一成不变的得意微笑 她就会以这种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 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你是想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巧合 不 不是的 我知道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 可是 有什么呢 一个有着玻璃面孔的娃娃 和三个戴着玻璃面具的年轻女子之间 究竟会有怎么样的惊险故事 全新定位心理悬疑推理剧 玻璃假面 缓缓紧扣精彩分成 注意 请在远离瓷脸娃娃的地方 选择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是生活的欺骗了你 也许是你 无法脚被固定 扣住你的脸 不要再遗憾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会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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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